即便你是低能兒 你應該都已經聽得懂 人家這麼清楚的告訴你 說你如果要搞台獨 你就自己去搞 但是台灣人做好犧牲的準備 不要想要把你美國爸爸拉下水 居然還沒有革 沒有羞恥心到這些教授協會 對 我覺得真的台灣人要醒了 你不要看說蠟燭多頭燒 我跟你講不管是北韓問題也好 南海問題也好 其實對台灣來講 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 就說今天這兩國的大國交易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陳如永平姐講的 美國自己現在都還在搞不定的時候 他很多重要的官員都還沒有出任 然後你還在這個時候 你去問人家說 如果兩岸方案戰爭的話 你會不會幫台灣出兵什麼之類的 你覺得完全搞不清楚狀況嗎 你就是講白了一點 你就是尾巴想去咬狗 這個尾巴本來人家把你當成尾巴的 結果你尾巴想要去擺動人家大國 來替你出征 我覺得相當的不負責任 就跟我們現在的蔡政府 針對能源政策的態度是模仿的 週一到週五 新聞深喉嚨 有多深 挖多深